你不一定在他身上找到性价比爆炸的快感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个做工扎实 协议广 发热可控 不靠花活 薄眼球的通勤快充 那他就是稳扎稳打 用得住的典型代表 各位网大家好 你们一天在叫我测45瓦45瓦 这不就来了吗 我一天私信收的太多了 我都搞忘了这个充电器是哪一位老铁寄过来的了 确实是不好意思 你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给我发个私信 非常感谢你寄一个充电器过来 还有一个摩尔菲的 咱们后面也会继续的测试 由于咱们手头上产品实在是太多了 都堆在那里 我要一个一个的测 所以说进度的话跟不上 请大家包含一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 开箱这一个贝尔金的45瓦单口充电器 先来看看包装盒 白绿色的一个纸盒子 贝尔金的标识 专为iPhone iPad设计的一个充电器 充电器的失败图片 45瓦 USB-C PD3.1 然后这是产品的介绍 背面也是产品的介绍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吧 看一下贝尔金的产品 一个产品这么多说明书 一共四本说明书 充电器被两个纸板把它卡住的 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小巧 上面有贴纸 两个贴纸贴的两面 它为光面的 然后其他的面磨砂的 单充电口的设计 45瓦标识 贝尔金标识 这一面是双路绝缘 六类电子产品的标识 还有勤务扔向垃圾桶的标识 这是加利福利亚州设计的一个英文logo 充电器圆弧的啊 四周都做了圆弧倒角 很精致 很小巧 插角为折叠设计 充电器的高度39毫米 厚度为34 这边的厚度也是34 连折叠插角一起的高度是55毫米 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是89克 单充电楼的重量56克 这个包装里面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塑料的东西 包括这个封胶的纸 它都是纸的 这种包装盒环保是做到位的 45瓦的充电器做成这么小巧精致 确实已经做到极限了啊 这个纹波表现会怎么样 我们拭目以待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产品的规格信息 产品名称是45瓦电源适配器 型号是WCA013YZ 输入规格是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 输出规格最高固定档位20伏2.25安 45瓦 PPS有5-16伏2.8安的一个PPS档位 仅适用于海拔2000米以下的地区使用 非热带地区使用 它是以文字的形式呈现的 中国制造 3C认证 循环10年 这个10年是代表10年内 不会有有毒物质泄露出来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循环10年 就是说这个充电器可以用10年啊 3C认证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充电口 它所支持的快速协议的情况 这个协议很丰富啊 有高通QC的3.0 5伏9伏12伏3.6-12伏 华为FCP的最高功率18瓦 华为SCP的20瓦协议 三星AFC的24瓦协议 PD3.0的45瓦协议 固定档位是5个 最高20伏2.25安 45瓦 PPS档位一个5-16伏的3安 刚才充电器规格上面写的是2.8安 这里我们检测出来是3安的一个PPS啊 DCP和Apple 2.4 两个技术功率 手机快充的兼容性 我们就从荣耀手机开始 刚才检测的时候 这里面是有FCP和SCP 这个PPS协议 我估计是启动不了啊 果不其然啊 只能启动超级快充 真实功率在16瓦左右 华为的话 我们就不用测试了 这个就是走的华为公开的22.5瓦的协议 然后这是小米的设备 显示快速充电 PPS没有启动 只能跑到45瓦左右 这部手机是绿厂的设备 PPS协议已经启动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6瓦左右 这部手机是蓝厂的S48 微博的散充标识已经出现 PPS协议已经启动了啊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3瓦左右 这部手机是三星的骆驼10家 可以启动超级快充2.0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56瓦 如果是新款设备 功率会更高一点 这个小贝尔进充电器 它是没有UFCS融合快充的 所以说我们就采集它的PPS充电 和苹果充电的数据就可以了 PPS充电 我们用这部Vivo的S48 来进行充电 目前这个手机 还有7%的电量 这个Vivo手机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 前面25分钟左右 一直维持在267瓦的功率 一直在充电 然后这个时候电已经充到80% 逐渐的下降了一点功率 下降到22瓦左右的功率 充了大概5-6分钟 到90%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直到充满电 这个手机充7%的电 充了100%的电 大概花了55分钟 这个充电时间 符合33瓦的PPS充电效果 我们看一下充电温度 最高温度50度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27度左右 这部手机为苹果16 Pro Max 我们看它能不能画出一个完整的 苹果充电曲线图 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19% 我们直接采集数据 这个16 Pro Max已经充到80个电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可惜了 这个曲线图没有画标准啊 它的最高峰值功率有35瓦 后面就降到27-28瓦的功率 充了几分钟 然后又降到25-6瓦的功率 充了大概三分钟左右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下探到19瓦的功率 充了一两分钟 然后又涨到21瓦的功率 然后这个第三阶段的功率的话 就是15瓦的功率啊 充了几分钟 然后又降到9瓦的功率 充了几分钟 就充到80% 转为5V的基础功率再充电 从19%的电充到80%的电 一共花了45分钟 充电时间还是标准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温度啊 最高的温度是45摄氏度 充电的时候 咱们室内温度26度左右 我们现在来对它进行 大功率拉载测试 它最高支持25V 2.25A 45瓦 我们就直接拉这个功率啊 看它能够坚持多久 然后看看它的温度有多高 这项测试可以直观反应 它在为笔记本充电的时候 这个小家伙究竟烫不烫了 这就是45瓦烤机的状态 现在还在维持45瓦的功率输出啊 这个充电头也是有电压补偿的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个45瓦的功率非常平直的 一直运行了一个小时零几分钟 我们看一下温度 最高温度是在66.4度 在最高温度的时候 我用热像仪测到它表面的温度 最高的时候是69.2度 这个充电器的热管理 做的也是很不错的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27度左右 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个一个 贝尔基45瓦充电器 它的转换效率和文波 来进行一个测试 这个充电器支持全球电压 我们就测试110伏和220伏 首先是110伏60Hz的状态 插电瞬间浪有功耗是1.3瓦 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 它的待机功耗几乎就是没有的啊 待机功耗为0瓦 5V3N是5瓦功率 110伏输出18.1瓦 这边止流输出是5.4瓦 则算转换效率85% 27瓦功率的时候 110伏输出30.8瓦 这边止流输出27瓦 则算转换效率88% 36瓦功率 110伏输出40.9瓦 这边止流输出36.2瓦 则算转换效率89% 45瓦功率的时候 110伏输出50.4瓦 这边止流输出44.9瓦 则算转换效率也是89% 20伏2.25安 45瓦功率的时候 110伏输出50.2瓦 这边止流输出45.3瓦 则算转换效率90% 现在是充电器 22550赫兹的状态 插电瞬间 浪用功耗是0.4瓦 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 它的待机功耗也是0瓦 非常的平稳 没有任何波动 15瓦功率的时候 220伏输出18.6瓦 这边止流输出45.5瓦 则算转换效率83% 27瓦功率的时候 220伏输出30.9瓦 这边止流输出27.2瓦 则算转换效率88% 36瓦功率 220伏输出40.6瓦 这边止流输出36.3瓦 则算转换效率89% 45瓦功率 220伏输出49.8瓦 这边止流输出44.99 也就是45瓦 则算转换效率90% 25档位45瓦功率 220伏输出49.7瓦 这边止流输出45.4瓦 则算转换效率91% 这个小家伙 转换效率非常不错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 这个充电器的 纹波输出的情况 还有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我每次测纹波的时候 就是把它温度拉起来以后 我才会开始测试 而不是插上去 马上就开始测试纹波 还有就是 咱们测试纹波的时候 大家看我的 示波器的适时截屏 基本上我都是用的 1毫秒的延时分辨率 并不是其他波组用的 几十微秒 甚至几微秒的那种分辨率 15瓦纹波 最高的时候 61.9毫浮 平均纹波 59.7毫浮 非常稳定 大家看这个波形 一点百动都没有 27瓦纹波 最高的时候 71.2毫浮 平均纹波 64.7毫浮左右 36瓦纹波 最高的时候 71.9毫浮 平均纹波 66.4毫浮左右 45瓦纹波 最高的时候 86.1毫浮 平均纹波 80.9毫浮左右 非常稳啊 这个波形 25.25安 45瓦功率 大家看纹波 94.1毫浮 平均纹波 87毫浮左右 我把这个 延时分辨率 我调第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20微秒的状态 纹波最高的时候 83.9毫浮 平均纹波 80.7毫浮 这个贝尔金 这个小家伙 在这个体积下 有这种纹波表现 也是非常不错的了啊 贝尔金这款 45瓦单口 单画家快充 从参数和表现来看 它并不是 性价比产品 更像是一个 追求稳准 兼容广泛的 中高端选择 协议兼容方面 它的表现可圈可点 华为和荣耀 可以触发 SCP快充 三星支持快充2.0 蓝厂和绿厂的近一年内的新款手机 都可以触发 PPS快充 适配基本涵开 主流的安卓品牌 苹果这边不用多说 从iPhone 8 到最新的iPhone 16 Pro Max 全线PD快充 都可以拉满 实测 45瓦烤机 一小时 机身表面温度 最高为69摄氏度 温身虽然不低 但是考虑到这款产品 本身体积极小 这个热控水平 也算是非常不错的 日常使用的绝大多数场景 是不会遇到这种极限的 充电口输出质量方面 纹波表现稳定 全功率段维持在100毫v以内 对电子设备场景使用较为友好 电能转换效率也有胶带 无论是110还是220V 实测都是在88.2的平均转换效率 不是顶尖 但是这种体积下表现非常不错 综合来看 这款充电器适合 对品牌稳定性有要求 预算相对充足的用户 你不一定在他身上找到性价比爆炸的快感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个做工扎实 协议广 发热可控 不靠花活 薄眼球的通勤快充 那他就是稳扎稳打 用得住的典型代表 购买建议方面 苹果用户 商务通勤用户 都可以优先考虑 而对极限性价比 拓展性 有要求的朋友们 可以再看看国产的 45瓦端的多口氮化价方案 喜欢咱们这种 硬核载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点 点赞关注投币桌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